東北區中心錄一段上 看似一般的商販大樓 裡頭隱身一間牛郎店 附近就是八大的圈圈 每天就會看他們的公關 這樣走來走去 對啊 是啊 是還都不錯 附近住戶經常看到 長相日系帥氣 身高近180的男公關 上個月這裡卻驚傳命案 那天剛好我應該是去上他 所以我下來的時候 看到是人被救護車帶走 我看到的時候就已經是 他送完就回家 上班大樓的牛郎店 在四樓跟七樓 嫌犯SKY28歲 是店內紅牌 已經從事這一行十年 死者阿浩22歲 才剛做牛郎幾個月 兩人是同事關係 一起在四樓招待所共事 不過阿浩在工作中 積欠50萬元債務 雙方欠本票 由於利息高飆到百萬付不出來 1月12號SKY就跟 另外一位共犯吳南 把他約到公司談判 過程中一言不合 竟然拿冰桶殴打阿浩 導致他頭骨嚴重變形 爐內出血 送一搶救一周身亡 當天死者父親也被要求 到現場子債復還 跟嫌犯一起喝酒談判 直到最後才發現 兒子被打到重傷 而知情人士透露 嫌犯SKY因為長相 酷似韓心李道彥 在業界頗有名氣 如今涉嫌殺人最重大 跟公犯兩人都被法院 收押禁見 請被新聞神秘軍理 參與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察